李老师 您对这个李维老师当时刚来的时候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单纯 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女孩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呀 我现在还是这样 我的意思现在也干净 我一干净就是说很单纯嘛 毕竟从那个外地来到北京还不一样 学校的环境我觉得比较简单 现在那个很成熟 不用着巴了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李维老师和您 为什么你们俩走得比较近 他一下子能猜出来这个我们没想到 这个因为我想其实第一个问题 就是是海军嘛 我应该给他搅和一下 我说曾经是海军 现在是陆军 我估计你就会 那你不能说谎呀 对呀 就是不能说谎 我们姓吕吕都不说谎的 是吧 所以我就希望 环子里边你们两个就是性格很搭 是那种吗 比较投缘吧 老吕跟谁都就是嘻嘻哈哈的 不是 其实呢就是 我呢 首先就是经常 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北京的时候 我经常在屏幕上面呢 能够看到吕老师的演唱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种声音 然后呢到了团里之后呢 就是进团之前呢领导就会跟我说 你看我们团有谁谁谁谁 我说哇都是我的偶像 然后进团之后呢 因为本家嘛 五百年前是一家嘛 自然就是 就还是有一种亲切感 自来亲 有一种亲切感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是特别严肃的 后来我觉得他很好玩的 比如说 很可爱的 尤其是喝点小酒以后 就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没有展现他这个喝酒的这个才华 后来的才华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下部队啊 在路上啊什么 他会就因为很小的一句话 被他就是说的特别的幽默 特别的轻松 大家很好玩 就是忘记了这个旅途的这个疲劳 就是就是这点 再后来的话呢 我觉得他特别诚恳 就是从我在台上唱啊 那个时候比较稚嫩嘛 然后唱完了之后 他就会在下场口的时候怼着我 我觉得你这个高音 这个方法还是有点问题 然后有时候 顶着下场口 对 我觉得你有时候 你就以后不要选这样的歌曲 这个不适合你 我当时的时候很没面子 但是沉下心来想 我觉得有这样的兄长特别好 这他们 大家都说我特别爱操心 是爱管闲事 其实这小吕比我更爱操心 这是我们一家团 也是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你那个舞蹈队呢 孩子衣服没穿好 这个这个 你那个灯关打的不对 什么都说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老师出身的人就容易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一进来每天 你就跟我有啥关系 这灯怎么不亮了 这大屏幕怎么没安好 就是爱操心 对 就是当老师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 集体荣誉感比较强 这个李维老师 在你们团里边 人缘是怎么样 人缘非常好 这个你要让我说的话 你这时间不够的 人缘非常好 从领导到我们这团里的工作人员 台前幕后的都很喜欢他 他特别特别也会照顾人 你知道吧 他比方夏天呢 天热的时候演出 给大家张罗张罗的这个事啊 爱说爱操心嘛 随时吧你弄哪这个弄哪这个 领导你弄哪这个 只会领导 只会领导 弄哪这个 弄哪这个 不是我这个人 这方面的概念不是太强 他就忘了谁是领导了 非常好 而且就是我 据我所知 就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改制以后我们 现在他的团里边的这些 老队员 大家可能来晚也不多 但跟他来晚的很多 很多人跟他都是好朋友 他们有来晚 他们都不理我 跟他有来晚 那你得反思反思了